市民最關心就是如果他自己接種了這個疫苗之後 出現了罕見 或者未能夠預見的嚴重的不良反應 那會怎樣呢 當然市民是可以向衛生當局去情報 尋求醫學的協助 但亦都可以有權向這些疫苗製造商 或者他認為相關的人士追究責任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這些法律程序上追究責任 真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特區政府參考了外國有關這個問題的做法 現在我們是計劃成立一個保障基金 市民一旦接種疫苗後出現了罕見 或者未能夠預見的嚴重不良反應 經過醫學的專家評估 認為是由這個注射疫苗引起 這個保障基金就可以很快速地 為有關的市民提供經濟上的支援 就不是要靠他自己去追討這個責任了 我們現在正在這裡制定著相關的機制和細則 稍後會向立法會提交建議 因為這個保障基金是需要經過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 審批來成立的